我们都知道吸烟是导致肺癌的罪魁祸首 那么也有很多人并不吸烟 却依然得了肺癌 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45岁的刘女士来说 两月前的就诊经历 一直是她心头无法挥去的梦魇 原来在两个月前 刘女士被确诊罹患晚期肺癌 当时仅仅是刺激性肝壳 胸痛 以为是感冒了 谁又会想到 确诊的时候竟然是肺癌 因为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手术机会 刘女士只能采取 姑息性的化疗 如今已结束了第二周期的化疗 刘女士说自己感觉还好 化疗前一直认为化疗很恐怖 但是真的尝试了 倒也没时吗 令她最担心的还是未来 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只能是活一天算一天 医生说 其实像刘女士这样 不吸烟的肺癌女性患者 并不在少数 过去吸烟的男性一直牢牢占据着肺癌患者的比例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不吸烟的女性被确诊肺癌 来自2018年的国家肿瘤数据统计显示 这成了一个新的趋势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不吸烟依然会得肺癌 如果详细询问刘女士的病时 我们还是能从中发现一些端倪 第一 虽然不吸烟 但却长期涉入二手烟 这主要是她的丈夫有长期吸烟时 那么新的疑问是 为什么丈夫吸烟没事 反而妻子罹患了肺癌 这是因为女性对于致癌物的敏感性比男性更高 所以吸入同等的致癌烟物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罹患肺癌 所以对于长期吸烟的家庭来说 夫妻双方都要注意检查 第二 家庭主妇更易罹患肺癌 刘女士是典型的家庭主妇 全家的一日三餐都要靠她 而且大家的口味又都特别重 每次一做饭 满厨房的便都是油烟味 只听到刘女士一个人在里面剧烈咳嗽 油烟中同样含有很多致癌物 如果家中油烟机不好 或者烹饪的方式不对 也容易罹患肺癌 赶紧将这个知识分享给亲朋好友分享出去 救人一命 功德无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